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旦你心寒了 开始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你之前的好 统统会被忘掉 对方会抓住你这次的不够用心 不够付出 指责你冷血凉薄 我就在感情和婚姻中遇上了这样的一家人 可能是我长期以来的隐忍和一再退让 让我的老公已经习惯了索取 压根不去考虑这个事情是不是过分 是不是不可理喻 所以她这次面对公婆提出的无理要求 连和我商量一下的想法都不曾有过 满口答应 大包大揽 面对我的拒绝 她短暂错愕之后暴怒了 说我自私凉薄 不顾念亲情 说我们是一家人 有能力为啥不能帮忙 说我没给她面子 她都已经答应了 说我让婆婆着急 不是个好儿媳 说到最后 离婚两个字 她脱口而出 好 我同意离婚 我语气平静 和她的气急败坏形成鲜明对比 老公肯定是不想离婚 所以我一说同意 她立马就蔫了 沉默了一会儿 她又说 可能是我语气不好 但这件事情 其实我没错啊 你家就你一个女儿 家里的这件财产迟早都是咱们的 现在我就是想提前用一点 怎么就这么难呢 就这么难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丝毫没有妥协 这次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要么离婚 要么她停止对原生家庭 无休止的帮衬 按照我对她的了解 她是改不了了 离婚就是早晚的事情 我和她结婚快两年了 我对她的感情没有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消磨掉 却在她对婆家的各种帮衬中消退了 我爸妈得知我的恋情后就一直不同意 虽然我老公相貌端正 工作也不错 但因为有个弟弟 我爸妈死活不同意 其实也不是说有弟弟就一定不行 主要是未来公婆对这个小儿子太宠爱 而我老公又对父母几乎是言轻计从 我们两家才隔了两个村子 比较近 属于不用仔细打听 就能大致了解对方的家庭情况 我妈妈说 公婆偏心 老公双标拎不清 这样的婆家 谁愿意嫁 谁傻 但我沉浸在热恋中 自然了 恋爱中老公对我很好 我心甘情愿就愿意当这个傻姑娘 我铁了心要嫁 我爸妈无奈同意 我当时还安慰父母 我说 我不和公婆同个无言下 不会出现他们担忧的问题 让爸妈不要想太多 但我后来才意识到 感情这种事情真的是旁观者清 而且孝顺和余孝是两码事 宠爱和溺爱也是两码事 我抱着自己没有看错人的想法 就这么嫁了 当时婆嫁给了五万彩礼 我爸妈本就不情愿 婆嫁又一直哭穷 所以我爸妈也就没啥心思 给我准备嫁妆 当时给了八万 就当时嫁妆 和彩礼一起给了我 一开始婚后生活还算可以 毕竟我们没有和婆婆小叔子 住在一起 少了许多矛盾 虽然婆婆还是时不时会过来 没事找事 但我为了不吵架 都选择了隐忍 关于她对家人很好这件事情 我婚前就知道的 我爸妈当初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帮着说过话 我说孝顺父母 对弟弟好 是应该的呀 但直到婚后 我开始准备要孩子 以及想要重新买个大带的学区房 我才发现 他居然没有积蓄 更离谱的是 他在婆婆生日之前 让我把十三万元拿出来 给婆婆当生日礼物 说他们家的新媳妇 都是要这样的 这才算是一家人 我俩吵了一架 我隐隐意识到 我可能错了 我父母的担忧是对的 但我又自我安慰 觉得我老公也可能是刚结婚 对自己身份的讲辩 没有转过歪来 他还没意识到 自己已经结婚成家 对小家庭没啥概念 只要我和他说 只要时间一长 他就会知道的 这次吵架 最后 以我把当初婆婆给的五万彩礼 还给婆婆 为结束 婆婆生日过后没多久 听说这五万元 加上婆婆的积蓄 变成了小叔子的一辆车 我的自我安慰 也并没有维持多久 很快 我和老公又吵架了 这次是我发现 他在我们说好 要重新买一套房子之后 他的工资 除了还房贷 别的 还是都给了婆婆 小家庭的开销 哪怕是一包卫生纸 都让我来承担 我老公只会对这个家指指点点 一到需要花钱的时候 他就不说话了 与此同时 我的小叔子 哪怕天天有手好闲 日子也照样很滋润 在这之后 我的婚姻生活 充满了争吵 我和我老公 总是会一日前的事情吵架 其实 我俩收入都不错 只要他不是把收入全部 去补贴原生家庭 我俩的日子会很好过 我想过离婚 但想起之前 我启了心要嫁 现在离婚 是不是太丢人了 为了面子 我勉强支撑着 我的老公 我和他吵 也吵过 闹 也闹过 也好好讲过道理 但他什么都听不进去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错 我抱着找信息里 希望他能改 哪怕时间久一点 只要能改就行 但可惜 他没给我机会 压款我们婚姻的稻草 终于还是出现了 那天下午 我感觉不舒服 就请假提前回了家 老公不知道 我会这么早回来 正和不知道 啥时候过来的婆婆 说说笑笑 而两人的对话内容 让我如坠冰窖 我这才意识到 面爱时期 他对我的那些好 其实不是因为多喜欢我 他就是看中了我家的条件 他勉为其难 其实是为了以后 他满口答应婆婆提出来的 给小叔子女朋友 使妄言财侣的事情 还说 他娘家有钱 这个事情 他这个做嫂子的 就应该管 我没有惊动他们 转身离开了 我在外面挂了很久 头很痛 我感觉自己想了很多 但我不知道想了一些什么 唯一肯定的是 这段婚姻真的该结束了 老公还在我面前各种虚导 试图说服我 他觉得 我会和之前一样 为了维系婚姻 而再次选择妥协 可是 他不知道 我一再隐忍 妥协 是因为 他恋爱时期对我的好 那现在 知道一切都是别有目的 我也就没必要珍惜了 既然他觉得自己没有错 不停止 对公婆和弟弟 无休止的贴补 那我们离婚 你去找一个 你心中懂事得体的老婆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